披麻蒙徽课程见证 亲爱的美国加州 Promona Holy Church 全体弟兄姐妹们平安 这是披麻蒙徽课程 使徒黄宝松信仰见证 读完以私帖 披麻蒙徽后感想 圣经经句0633宴席 以私帖记是一本以宴席作为主题的经书 总共提到九次宴席 宴席二字是以私帖记最重要的关键字 以私帖记一章三到四节 五到九节 二章十八节 三章十五节 五章一到八节 六章十四节 七章一到八节 八章十七到十九节 开始即以国王的宴席 揭开故事的序幕 中间提到前后两位王后 也举办宴席 最后以犹太人的欢乐 喜宴 庆祝胜利 作为结束 同样是王后的宴席 前者王后瓦斯提 却遭到罢处的命运 后者王后以私帖 接连办两次宴席 却带来最大的胜利 这中间穿插着 节庆的宴席 相对的也提到 哀伤时的禁食 凸显出 有些宴席 是多么的不对称 亲爱的弟兄姐妹 您对所参加过的宴席 是否有特别的感受 您是否了解 其中的属灵含义 我参加最不自在的宴席 发生在1978年12月16日 当天卡特总统宣布 与中华民国断交 当天正巧是我 同窗好友的结婚喜宴 我担任伴郎 有幸坐在主桌 正婚人是我的老师 王建金检察长 来宾坐满了20多桌酒席 但全场宾客 愁容满面 鸦雀无声 是一场坐立难安的喜宴 而1980年6月15日 是我的喜宴 当时我与内人 是一穷二白的研究生 当天是黄道吉日 阳光温暖普照 满街迎亲的车队 川流不息 鞭炮声 此起彼落 我和内人搭乘公车 前往台北市地方法院公证处 当天有超过一百对的新婚夫妇 办理公证结婚 人生顶沸 喜气洋洋 事后 在一栋酒楼 准备喜宴 九层楼 每层楼都爆满 受财力所限 我们只请了三桌 至亲好友 挤在一个边间 但完全不影响婚宴的欢庆 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宴席 至今人回味无穷 人生是一连串宴席的组合 不论甜 人酸苦辣 都有属灵的含义 也都是上帝对我们无上的恩典与祝福 最后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黄律师敬上 阿们